成呂就像一群機殼的鱷魚一樣 她們都是非常為利是圖 為何這麼說呢 你們可以從一些求愛大作戰看出 成呂就想找一些有錢的人嫁了她 所以你可以看到她們是多麼厲害 跟這個二千年前的森林的分別 成呂啊 我覺得成呂是 一想起會聯想到 是一個理性充沛 但是可能在感性方面比較缺乏的女性 她們可能理性就是怎樣 就是在她的工作上事上是很有目標 或者首先做到很成功的一個職業的女性 但是可能在情感方面就可能有些缺失 所以就結交不了或者是結交不了這個真正的伴脈 聖呂呢 我個人而言呢 就覺得是一群老姑婆沒有人要 跟著 她們整天在這裏自以為是 跟著又 又以為自己要找了些什麼爆馬王子 那些 那些什麼 奇怪的東西 跟著搞到自己嫁出 對聖呂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 詞語是中性的 但是 因為媒體的圈染 跟電視劇那些 搞到呢 就好像變了一個很負面的詞語 那我覺得如果 有人拿這個詞語去形容別人 其實都是不對 其實聖呂這個詞都 挺貶義的 一群女性 有一個很穩當的事業 有一個很高的學歷 那自然眼角就會高一些 自然藍有一個好的對象 你知道啦 這麼有學歷 這麼有成就的女人 當然要找回 跟她相等的成就 那才可以配得上 所以聖呂這個詞 都是太過便宜 在聽到這個聖呂這個 第一印象 我不會有很快的 馬上會有 好不好 受教育程度 高受教育程度 低 這樣一些的標籤 貼上去 因為我自己本身還是 我是非常支持 這個女性有獨立生活 也就是說 對於受教育程度高的那些 那一批女性的話 不結婚就不結婚 對不對 結婚根本就不是 不是生活的必須品 對吧